美国总统特朗普大概是不想放弃任何可以攻击土耳其的机会 他在周日晚间发布的一系列推特中威胁称 不要在美国决定从叙利亚撤军之际 向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族部队发动攻击否则 将在经济上摧毁土耳其同时 特朗普呼吁库尔德族克制 不要向土耳其进行挑衅 特朗普进一步表示 现在是时候撤军 脱离这场没有止境的战争值得注意的是 上周二土耳其总统埃尔德多安 还拒绝会见特朗普的安全顾问博尔顿 受此消息影响 土耳其里拉跳水并一度跌超2% 其在随后议会的演讲中称 普尔其政府无法接受唐纳的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 约翰伯尔顿提出的保护库尔德武装的要求 埃尔多安表示 在美国计划撤军之后 普尔其几乎已经完成了打击叙利亚境内 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的所有准备工作 并将很快采取行动 消除所有恐怖威胁 我们将很快动员起来 消灭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 埃尔多安补充道 如果有其他恐怖分子试图干涉我们的干预行动 那么我们也有责任消灭他们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此前报道 特朗普要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做出承诺博尔顿 随后按计划出访土耳其和以色列 讨论美国撤军的条件 博尔顿此前也已警告土耳其 不要在未经美国同意的情况下 对叙利亚库尔德人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 去年12月 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特朗普当时感慨 是时候 把那些伟大的年轻人接回家了 随后 下令将在30天内 自叙利亚撤出2000名美军士兵 根据AXIOS报道 由于特朗普要求美国立即从叙利亚全面撤军 中东地区的外交关系日益紧张 华盛顿邮报此前也称 总统突然决定撤军 增加了土耳其和库尔德军队 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60多年来 美国和土耳其 一直是盟国但近年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 彭博分析称 美国对叙利亚领导的库尔德部队给予支持 但土耳其认为 该部队是他的敌人 这是导致两国关系出现裂痕的一个根源 更多精彩财经资讯 请下载华尔街接门APP